女士们、先生们、心灵和精神的战士们 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次穿越JRR托尔金、魔戒 中最令人揪心和情感充沛的章节之旅 我们将深入、魔戒、第五卷、第七章、迪奈瑟的火葬 这一章是人类情感的熔炉 是绝望与希望碰撞的战场 是领导力在极限中得到考验的地方 这是一个关于悲剧和救赎的故事 是在人类精神面对压倒性黑暗时力量的见证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白陈米纳斯提利斯、刚夺的希望堡垒 如今被索伦的五情军队围攻 战争的烟雾笼罩了天空 空气中充满了受伤者的哭喊和钢铁的碰撞 在这混乱之中 刚夺的摄政王迪奈瑟站在绝望的边缘 被他心爱的儿子波罗默的逝去 和另一个儿子法拉默重伤的悲痛所吞噬 迪奈瑟的精神崩溃了 曾经骄傲的领导者如今成了他的影子 被索伦操控的魔石展示的黑暗幻象所迷惑 在绝望中 迪奈瑟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下令建造火葬堆 打算将自己和昏迷的法拉默活活烧死 这不仅是对绝望的投降 更是对无望的一种深刻声明 一种认为一切都已失去的信念 当迪奈瑟点燃火葬堆 紧握着魔石时 火焰不仅在吞噬他的身体 也在吞噬他的灵魂 这一刻是悲剧的最终定论 一个领导者屈服于内外的黑暗 但在这黑暗中 希望的灯塔出现了 白袍甘道夫智慧和勇气的化身 拒绝让绝望成为最后的结局 与英勇的贝瑞共的一道 他与时间赛跑 试图拯救法拉默 他们冲进房间 正当火焰开始上升时 甘道夫的声音响起 是对逼近黑夜的明确挑战 权力并未赋予你 刚夺的摄政王 来决定你的死亡时间 通过这些话 他不仅质疑了迪奈瑟的权威 也质疑了对绝望投降的观念 甘道夫的介入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 真正的领导力不仅仅是掌握权力 他是指引他人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是在面对压倒性困难时坚定不移 他的行为是对不屈不挠精神的见证 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燃烧最明亮的光 通过甘道夫 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坚韧的化身 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也能找到继续战斗的力量 当迪奈瑟在火焰中死去 紧握折磨石时 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悲剧的结局是对 屈服于绝望的危险的鲜明提醒 对让恐惧和无望支配 我们行为的警告 这是一个深深打动我们的教训 因为我们也会在生活中 面临黑暗的时刻 未来看似不确定前方的道路被阴影笼罩 然而正是在这些时刻 我们的真正品格才会显现 我们会像迪奈瑟一样让绝望吞噬我们 还是会像甘道夫一样 反抗和不屈 准备为希望和光明而战 选择在我们手中 我们可以让恐惧支配我们的行为 也可以选择坚定不移 成为我们自己故事中的希望灯塔 迪奈瑟的火葬堆是我们在人生中面临的考验的强大隐喻 它象征着我们被诱惑放弃的时刻 让黑暗压到我们 但它也提醒我们 我们有选择不同道路的力量 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故事中的英雄 超越绝望 为更光明的未来而战斗 让我们铭记这一教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让我们努力像甘道夫一样 成为希望和坚韧的化身 让我们成为在他人最黑暗的时刻 指引他们的领导者 成为在逆境中坚定不移的人 一起 我们可以克服任何挑战 照亮最黑暗的道路 铸造充满光明和可能性的未来 谢谢大家 愿甘道夫的精神指引你们完成所有的事业 用希望和勇气照亮你们的道路